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民呼籲也門立即停火 也門副總統也呼籲各軍事組織避免發生地面戰鬥 潘基民星期四在華盛頓發表那晚警告表示 也門陷於戰火當中 並表示唯一的解決方式就是所有各方停止敵對行動並參加談判 星期四較早的時候 也門新任命的副總統巴赫 呼籲各軍事組織避免擴大衝突 也門副總統巴赫表示 他們不希望在空襲的同時爆發地面戰鬥 也希望也門人民了解 如果發生地面戰鬥傷亡會更慘重 這他要讓軍事行動部門來決定 正如他所說 也門仍然希望不會有地面戰鬥 不是在擴大戰爭而是切法阻止戰爭 這是他們所尋求 沙特領導的盟軍三個星期前開始對據說 獲得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裝進行空襲 已經造成至少700多人死亡 也門副總統呼籲 也門人民為國家福祉團結起來 巴赫說 他們是呼籲所有的也門人 特別是軍隊裡的人 指揮官忠於他們的國家 歷史不會忘記 歷史不會忘記那一段殺人 以及毀掉國家的人 所以他們的信息就是 所有人都必須忠於自己的國家 這個星期嫁了時 聯合國諸也門特使 摩洛哥出身的比洛馬爾離任 他未能促成雙方進行和平談判 外交界消息人士表示 穆里塔尼亞外交官艾哈默德 可能在星期五被任命接替比洛馬爾的職務